這個民眾黨的討論度真的很高 講完克文哲我們來講下一個 民眾黨誰呢 這幾天大家都在協詢黃國昌 就說一個以前提過說 如果政黨裡面有出貪污的人 應該要被連坐的黃國昌 為什麼在這幾天高宏安出事之後呢 就沒聲呢 結果昨天呢這個晃哥 中年晃跟王毅川 就在我們節目上打賭說呢 昨天晚上黃國昌原本應該要進行的直播呢 會不會找進各種理由呢 不開直播 結果他昨天呢勇敢面對 他開了直播也談了高宏安的案子 對 他說他會造題 而且他會去說服民眾黨內其他的立委 來支持他這個提案 對啊 重點是在說服 對 就意思 黨團 他也會找國民黨的啊 國民黨 國民黨怎麼可能 國民黨連坐 那趕快立法吧 臨時會立一下 臨時會立一下 好 不要忘記一件事 國民黨8月底9月還有一個案子要判啊 國民黨要是簽了這個案子 根本是有一個案子 臨時廟 8月9月要判啊 對 臨時廟還有一個案子 楊文科那個案子也被起訴 你國民黨連坐 國民黨連這個 顏寬恆的黨紀都不處理了 還連坐 而且二到三倍 嗯 二到三倍 連坐二到三倍 所以我知道黃國昌他之所以敢出來這樣嗆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就算提的這個案子 也不會有人連署啊 也不會過 所以他就可以把責任甩給別人 應該是吧 但是先把自己的人說服吧 對啊 自己的人連坐 那一過的時候 第一個處分民眾黨嗎 對啊 記得 法律溯極旺這一條 這個 就也不用溯極旺啦 就在處理的案子 如果歷經二審判決的時候 就連坐了 那這樣 那個誰就有機會啊 那個民眾黨就很有機會 然後我只怕一件事情 萬一北姐一動起來 金華城的案子 萬一 萬一一個不小心 那黃國昌要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是 那黃國昌就想說 嗯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所以你覺得從他昨天這個直播 在談高宏安的這個 我覺得就虛應了事嘛 你覺得如果說真的 他說他都沒變啦 他都沒身影啦 他沒變 他唯一沒變的就是 經常在變 是他唯一不變 對不對 有道理吧 他的不變就是經常在變 所以我覺得神隱 神隱就神隱 沉澱跟神隱有什麼差別 我躲起來沉澱跟我躲起來神隱 有什麼差別 神隱就不能沉澱一下嗎 不要玩這些文字遊戲 我覺得有點討厭啦 反貪腐 反貪腐那就要反得徹底啊 對不對 那貪污跟土利不一樣 鄭文燦跟楊文科不一樣 但是對不起 依照反貪腐來說 楊文科那個土利 土利建商 其實也是反貪腐的一番 為什麼會在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土利罪 為什麼金華城裡面 大家擔心的是 有沒有可能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的土利罪 那也是一個貪污治罪條例裡面的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有時候 到底是衝著高庵安 衝著國民黨還是衝著柯文哲 我有點搞不太清楚 那可能衝著柯文哲 他萬一沒有地方選的時候 他就廢除兩年條款 繼續當利文 對 你也認同啊 我也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們達成公司 請換下一題 一帶毛毛你怎麼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分享 請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